傳說小知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淋雨獸 吃完淋雨獸 不僅能獲得零用錢 還能些微回血 但你們知道嗎 第一條的淋雨獸對凱撒路來說 超級關鍵 有吃淋雨獸 遊戲1分50秒 吃完兩隻兵就能上4等 沒吃淋雨獸的話 1分50秒 吃完三隻兵線 經驗值還會差一點點 才能上4等喔 對於凱撒路Solo來說 能更少上4等 多一個大招 打架強度差很多 所以第一條淋雨獸 有能力就吃下來 沒能力也盡量不要讓對手吃 傳說小知識學費了嗎 哈囉 早安你好 休哥 I'm yoga 今天排位要玩 愛妮 今天的對決非常特別 我兌現到馬洛斯 真傷跟真傷之間的對決 你們覺得誰比較有勝算呢 對於我來講 肯定是愛妮的嘛 我的二技能是有機會 躲掉 馬洛斯的拔刀斬 這應該是關鍵啦 在吃第一波兵線 我就有發現 納克羅斯 在我附近 納克應該是 紅旗無物 那紅旗的納克 我就在想他兩分鐘 應該會出現在 中路或者是下半部 對吧 所以 兩分鐘感覺我們能打 兇一點 派一點點 來吃淋雨獸 差一點點被搶到 那在開頭小知識 有跟大家分享 淋雨獸 真的 還蠻關鍵的 他是上四等的關鍵啦 玩愛妮 其實也沒什麼好介紹他的吧 就是一技能 準確度要夠精準 打到的話不僅有傷害 二技能要嘛重置冷卻 要嘛多一層可以使用 所以一技能的準確度 我覺得是愛妮的關鍵 那再來是 二技能使用的順暢度 我覺得也蠻關鍵的 看到蠻多人玩愛妮 二技能會卡卡的 看他玩起來 使用上卡卡的感覺啦 那我們也能確定 納克羅斯絕對不在我們上面 所以我剛剛 想要快速上四等 想要去斷兵線 但這隻馬洛斯有意識到 一樣我們吃完兩隻兵 就能上四等喔 上了四等 馬洛斯還在上等 所以我決定 跟他們打起來 而且 對面的人也在下爐開打囉 有沒有機會 塔殺馬洛斯呢 他非常殘血 等級一樣 只有三等 攔到四等了 他很殘 那我就想說 納克現在死掉了嘛 有沒有機會 去攔截馬洛斯呢 他就在二塔下回程 我就決定了 只要我一技能冷卻好 有打到他 想要去 炸殺他 原順也就繳了 砍一刀他沒死 我只能講 這個馬洛斯啊 最佳金馬獎 男主角 就決定是你了 剛剛被納克殺掉 但也沒關係 馬洛他後期 還一道增傷 可以到三四千 但是 艾迪 他後期 我們的目標絕對不是 要殺那隻馬洛斯 而是他們的後排 那剛剛有看到 納克殘血 就在想 他會不會來撕 野區呢 但看了看 紅區空空如也 應該是不會來啦 反倒是中路 需要我們的幫忙 這邊一樣 就是拉著點就可以了 看到人 砍一刀 然後拉走 騙一下技能 在 前期的艾里 因為 攻擊裝備還沒起來 砍一刀像我剛剛 只有四百多的增傷 就拉打拉打就可以了 納克殘血 這發焦猴我們要定了 因為對面的射手是 森圖 爾特 所以這一場呢 我們選一下艾里 是打增傷耶 也完全不踏森圖爾特 也算是能counter他啦 還算是不錯 馬洛斯殘血把大招用掉 然後這時候小地圖我有看到 納克剛剛肉頭在下路 所以這隻馬洛斯 如果他還想要貪兵 我只能跟他說聲 Say goodbye 瞬移都不用 然後我們就把他殺掉 那因為納克已經消失在地圖上很久 他位移距離又特別的快 所以我的想法是 清完這波兵線就要走 就不能再去點塔的意思啦 趕快走 果然納克羅斯來了 哇 回頭砍一刀 瞬移也都用了 吃個補包 我覺得他應該會進來 沒錯 回頭砍一刀 然後再拉掉 這納克羅斯 緊追不捨 被納克追一次之後 我的外塔就被他拆掉了 太狠了吧 這男人 那我也決定把他們外塔拆掉 就殘血 100多斤在那邊 納克來了 他等級 還高我一等喔 但是我覺得 我不會打輸他 因為我一技能 只要有丟到他 其實跟納克互打 我不覺得我會輸啊 差一點點 凝霜呢 就差那麼一刀啦 好可惜啊 納克羅斯 這樣感覺 他應該 哪裡都去不了 因為我們魔龍路雙人線是搭海倫的 所以納克要殺我們他射手也比較難 納克羅斯 還敢發呆啊 意外的收穫 把他的紅給吃了 吃完之後上路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去推 看到 馬洛斯 他終於回來了 馬洛這個角色 就兩個字形容他 笨重 但他後期被他砍到是真的 還蠻痛的 要特別小心 誒我的奶媽來了 這樣子我就不醜我的血量了喔 這把我的隊友還蠻造的 他們在下路雙人線打得還不賴 是個順風開局 好我們蹲草叢 這個 丟的有點歪 那兵線 是有進塔的 我們稍微砍一下塔 把二塔推掉 差一點點200多滴 但也沒關係 塔還是掉了 看一下下面 也沒有我的局 哪裡都沒有打架 正當我覺得蠻無聊的時候 來了一個小丑 頭懷送爆 我的 增傷可是超克小丑的 生土耳特啦 但我還是太習慣叫他小丑了 這馬洛斯趕快一刀我的血噴掉 果然 後期 現在也沒有後期 中期開始的馬洛斯 就不太能惹他 奶媽來了 再奶一下嘛 他等一下應該會繼續幫我奶 先吃個冰 我就不用回家了 反正我又不用魔 把冰吃掉 然後看中路有沒有我的局 我安納克羅斯現在 過街老鼠的感覺啊 他不管走到哪邊 都會被單殺 有點可憐 奶媽又幫我補了 愛你喔 薩加 斷飛了 斷飛 不上去 真的對不起自己 大招踩 先把薩加收掉 然後往後面拉 然後再把 安納特也收掉 馬洛斯 把他集火 那這隻小丑 必須得輸 OK 這樣把沒兵線 有點尷尬 沒辦法結束 就推下路吧 對面的納克復活了 納克 他想要清兵耶 還真的被他清掉了 因為有奶媽的關係 所以這個血量啊 不值錢 反正有人會幫我補 就可以打兇一點點 他不要死喔 薩加起飛 我們踩個大招 瞬間往後面拉掉 差一點點被秒掉 吃完魔龍 看到這個納克 他還沒碰到我們 他就先跑掉 還有這個小丑 一殺 然後薩加又斷飛了 雙殺薩加 馬洛斯跳過來 我看到我砍一刀回超多喜 就代表馬洛斯沒出金魂 三連殺 納克羅斯 成功 四連殺 就差 主堡塔下那隻安納特 就可以五連殺 有沒有機會呢 他躲回溫泉了 也不給機會呀 安納特 他出來了耶 好想進去五連殺喔 衝啊 OK 五連殺成就達成 我真的沒有想過 愛里 有招一日 也能拿到五連殺這個稱號 畢竟 愛里的技能是比較 屬於打一套 比較難做到持續輸出 然後殺五個人 大家飛完 馬洛斯跳過來 啊我沒了 隊友們有沒有辦法結束咧 主堡剩下兩百多滴 兩百三 差一點點就可以結束遊戲 沒關係 我們再打一次 看到兩個小可愛 也受不了啦 被彈走 馬洛斯原地跳大 他砍人 有夠透 然後我很怕馬洛斯 拔刀斬接 往後面拉掉 奶媽繼續補 怎麼覺得這場我們的射手蠻可憐的 明明奶媽是要去 補射手才對 結果奶媽整場都在補 凱薩路 愛里五連殺就分享給大家 我是優哥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